我不太會講話 所以我寫了一封信給你 謝謝 小燦你緊張嗎 有點 來這裡第一次緊張 蔡維澤還會緊張 中間有一個地方 三弟可能要幫他唱一些 呼應的部分 我可以自己加加看嗎 對的沒問題 我看他眼睛在唱歌的時候 特別有感覺 就好有故事 他的眼神 我就完了沒有故事怎麼辦 我的眼神沒有故事 他的聲音剛好是我喜歡的那一首 我剛才聽他唱我蠻相信他的 就是有些期待嗎 或者 你要把我當女人看嗎 我覺得重點是 我們一起把這個 音樂作品完成 對 對 希望不再一次能幫助到你 傻子與白痴出品 蔡維澤 這首歌 和作曲 《推開世界的門》 《推開世界的門》 你 你是站在門外 怕知道的人 怕知道的人 碰著一顆 不懂計較的人稱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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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无畏的青春 推开世界的门 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 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 吻过你的眼睛就无畏的青春 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 痴迹的话一声 世界本该是你醒来的模样 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 看起来都一样 原来你就是我自负的胆怅 推开世界的门 你是站在门外最孤单的人 最孤单的人 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 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 自己的怀伤 世界本该是你正在门外最孤单的人 世界本该是你真实的模样 你真实的模样 真实的模样 年少的直播 直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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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好的合作 很好的合作 谢谢维泽 谢谢Sani 也谢谢我们的编曲老师 来自TYZ的黄荣俊 好 我们也请四伙和超越来到舞台中间 谢谢 好 今天开篇的这一组对决就非常的特色 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小姐姐们来了之后 男孩真是一夜长大 就感觉更有担当 更有责任感的感觉 我先问一下那个大师兄好了 怎么样感觉 我觉得其实真的 选手们没有辜负这个节日 以及到来的101女孩 对 就每个人都各出奇招来跟他们 打成一片 好 我来 Sani和维泽 其实刚才你们的第一次见面 感觉维泽有点酷 后来呢 他觉得有点抱歉 因为好像他没有把自己 对你的热情表达出来 所以他就给你写了一封信 我们的编导又偷看了这封信之后 跟我说很感人 但我还没有看到 我想问一下Sani 你觉得这封信里面 你最感动的一句是什么 我最感动的一句是 他说他很相信缘分 然后他也发现这世界上 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 不管是热情的也好 还是冷漠的也好 但是我们现在都是在学习着 要去怎么面对这些人 然后又加上我们是艺人 又会更多地去接触到很多方面的人 对 所以我觉得他讲的这句话很打动我 因为 这是你的心里话 对不对 对 这是我的心里话 就像我见到他 其实我知道他很冷酷 但我没想到说会这么冷酷 就他泼我好多冷水 想不到世界上有这么冷酷的人吧 对 可是在后面就是 我们一起合作了之后 我发现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 而且你们两个最后是有火花的 在合唱当中是有火花的 对 因为我今天跟他告白了一下 你怎么 七夕的告白不能随便来的 你怎么说的 我就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他说我喜欢甜美行吗 我就说那如果外表长得帅 但内心甜美可以吗 然后他就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好像 好像 一个人也特别喜欢你 既然你下来了 我顺便直接讲了 就是我们今天 你看他一直低着头 就是蔡维哲的这个 这个助攻对象 这个Sani特别喜欢你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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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有个小心愿拜托我 小心愿 就是可不可以跟你合唱几句 我好想你 我好想你啊 你是特别喜欢这首歌吗 对 因为我听这首歌 第一次我是听哭乐的 真的啊 所以呢 在跟他唱我好想你之前 我想听蔡维哲唱两句 我好想赢 不好意思 结果蔡维哲一脸就是 我没听过这个歌 Sani你不要难过 因为蔡维哲泼我的冷水也不少 对啊 但还好我觉得其实 如果希望他今天可以再赢一下 我希望可以 就是我们 咱们可以一家人一起转圈圈 好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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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如果赢了一家人转圈圈是不是 对 希望可以 好 希望可以 好啦 来 我 我的Key 没事没事 老师先唱 然后你来 我先唱啊 就唱个两句是吧 对 来 我好想你 好想你 却不露痕迹 我好想你 好想你 却欺骗 我真的不 还有两个字 好 非常好了 没事没事 没事 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来 我们谢谢清风 谢谢 请回到你的位置 好 接下来呢 到了我们的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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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